自从怀了二宝后 我在马来西亚的生活也发生了不少的变化 去见家人朋友 去新加坡旅行 去调整生活细节 同时还有很多工作和家务要打理 时间和精力都消耗了许多 有时候总觉得不如怀大宝的时候轻松 所以我也希望可以多补充营养给自己和宝宝 我的首选呢就是吃燕窝 它既可以提升宝宝的免疫力 促进脑部发育 还可以帮我改善皮肤代谢等等的问题 那以前很懒惰会去煮燕窝 就是觉得太麻烦了 最近我发现了一个炖煮燕窝的懒人好物 只需要插电等30分钟就可以搞定哦 而且它是马来西亚插头有安全保障 当然也一定要搭配来自翔龙海外的沙巴燕窝 它们是自家原厂出货 人工挑毛领漂白 而且这个燕窝是4A级的大燕展 真空包装不怕发霉 还很贴心注明每一片的客树 炖煮前用纯净水提前泡发两小时 再根据记忆的喜好加入红枣枸杞等等 选择burner模式就可以等着吃燕窝啦 自己煮的燕窝就是料超组 吃起来也很安心 现在只要购买 小龙海外100克的屋燕展 就会免费送这台价值268码币的 隔水炖燕窝机 强烈推荐跟我一样的宝妈们都可以入手一态 不管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方便值得哦 肌炖的 后来起来 小龙海外状